韩国瑜台上侃侃而谈求学时光 然而这句晚上打工去年被人拿来打作文章 抹黑学历竟然是假的 警方隔了四个月才逮到po出假消息的网友 脸书台北扼棍去年8月底公开评论 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直说 韩国瑜念的根本是夜间部 还恶意批评韩满口谎言 下方留言还呛瞎粉丝一天流量有55万人 等于这则假消息已经让不少人看过 韩国瑜曾秀出学历澄清 事后还对粉砖提告 却是隔了四个月抹黑造谣者才终于到案 脸书粉丝专业台北扼棍在网络上 散播有关韩国瑜的假消息 9月2号的时候 律师就已经对他做出提告 不过一直到今年的1月7号 他们才传唤版主到案说明 去年8月23号 台北扼棍粉专抹黑韩国瑜假学历 公开抹黑发文后 早在9月3号 律师就对粉专提告 然而一直到今年的1月7号 才传唤张姓版主到案说明 对比过去 总统蔡英文被造谣装甲车鹤枪实弹 苏贞昌仍比风波 还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被营社首饰司烟案特勤 刑事局都在48小时内审述破案 抓韩国瑜假消息 却得花上近半年速度明显有差 数量上蔡英文抓了85件 韩国瑜只有48件也差了一倍 刑事局回应 技术层面较难突破 才会花上较久的时间 只是对蓝对绿 警方处理速度数量都有明显差距 要怎么能服人心 记者许志明 郑小璇台北报道 园疯 лич的